嗨,各位软物频道,软物粉丝业的这个伙伴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晚上好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呢,如何拥有希望,如何拥有希望 跟如何增加我们的执行力 当我们对一个目标产生希望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落地执行确实的运作我们拟定出来的策略 OK,所以我把它定成题目是如何拥有希望 那么呢,刚刚来不及做直播的预告,我们就开播了 所以呢,等待一下朋友们加入 等待一下朋友们加入 大概等待个一分钟左右,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如何拥有希望 嗨,诱人晚安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如何拥有希望 以及如何去落地执行我们拟定出来的计划 相信各位刚刚可能有看到我的这个粉丝页 有写下来这个执行力的四项修炼 所以也要跟各位聊聊到底是哪四项修炼该怎么做 嗨,当务晚安 卡腾路晚安 思汉晚安 Kan Hong晚安 起哄晚安 想要早睡王 所以果然早睡都不是这个偶然的 一定有很好的纪律 感谢启鸿推荐两个很好的APP 刚下载了 希望今天也可以这个APP给我帮助 嗨,大家晚安,大家晚安 今天跟你分享的是如何拥有希望 如何落地执行这个 你拟定出来的计划 增加执行力的四个关键 四个修炼 四项纪律 OK,在开始前跟各位聊一下 各位可能看到我这边别了很多这个徽章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呢,每一个徽章背后呢 可能都代表了一个生命或是无数个生命 代表说我们呢,在你赚到你的财富 你的生活的同时呢 去花你的可能或许是百分之一 百分之五,百分之十 可能呢,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 你的一点点可能是人家的一大 全部可能是人家的一生 所以这个呢,就是每次我们做一些捐款的时候呢 就会得到的徽章 把别爱身上呢,就提醒自己说 这些事情让我感到很快乐 就跟你分享一下 这也是快乐的秘诀 快乐的秘诀 嗨,浩峰晚安 说每次都会重播 今天第一次跟上开心 感谢,感谢 看到你说开心 我也觉得蛮开心的 嗨,千,渊,许 晚安,大家 Amiza,天,晚安 晚安 OK,好,那我们开始来今天的直播 有人说好像清新的徽章 尤其是搭配上次衣服的颜色 是不是更像清新呢 OK,好 今天跟你分享的是如何有希望跟执行力的四项修炼 那先讲一下希望这个东西好了 这也是我这阵子的一个学习笔记 再跟你分享一下 不是我原创的 他说希望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所谓的希望 所谓的希望呢 就是你有一个清晰的目标 然后呢 你呢 就可以凝聚一些意志能力 也就是willpower 跟什么呢 跟路径能力 就是waypower 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了 希望里面有三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叫做明确的目标 第二个元素叫做意志能力 willpower 第三个元素叫做waypower 就是路径能力 所谓路径能力就是 你定下这个目标之后 你是不是可以 不管中间有什么阻碍呢 然后呢 还是可以规划 这个走到你目标 一个清晰的蓝图 所以说我们说一个有希望的人 我们说一个有希望 我说 我感觉很有希望的时候呢 事实上就是 这三个 这三个元素 我们都具备 我们都具备 所以我们不访问自己啊 说 我现在有没有清晰的目标 或是 我有没有强大的意志能力 意思是说 当你遇到一些阻碍 一些挫折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这个决心 可以坚持下去 第三个是 我有没有路径能力 我是不知道 我该怎么样 走到这个目标 如果这三个元素 这三个问题 你都可以说 yes 没有错的话 那么你就会是 就会说自己说 我觉得蛮有希望的 你就会觉得是有希望的 所以这么说来 很好玩 所以希望 有希望这件事情 其实它就在叙述 你目前的状态 跟你的目标之间的一个 思考方式而已 如果说 所谓的有希望 只是一个思考方式的话 那代表什么 代表太好了 代表呢 你可以透过后天学习 这样的思考方式 让你每天都充满希望 所以如果你现在正是 比较低潮 比较彷徨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去抓住 这三个元素 目标 意志能力 路径能力 而这三个 都是可以经由 后天学习来加强的 那么呢 你就会说 我觉得蛮有希望的 我觉得美 刚刚说断线一下下 我就会说呢 我们每天都蛮有希望的 我觉得对未来 感觉蛮有希望的 所以呢 这就是今天跟你分享 如何拥有希望 那 也在看直播的朋友呢 应该发现 最近我们都在 promote一个东西 什么呢 叫做百日大挑战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我们是不是每年 一开始都会定下 所谓的新年新希望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 你有个好的开始 我们也希望有个好的结束 如果今年可以有个 强而有力的收尾 你觉得怎么样呢 那跟你讲一个好消息 从大概9月23号开始 往后计算 一直到12月31号 刚好 就会剩下100天 刚好就会剩下100天 而这100天呢 你可以为自己定下一个 百日大挑战 写下 不好意思 写下3到5个 写下3到5个 在你的 可能是健康 事业 财富 人际关系 爱 娱乐 不管怎么样 快乐之类的目标 写下3到5个 我们透过这100天来完成 那你说该怎么完成呢 你可以去看我一个影片 叫做11个步骤 完成目标设定 那如果说呢 你想要知道一些 简单版的答案呢 就是用RPM RPM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Tony Robbins 发明出来一个 目标设定的方法 先写下 你想要有的结果 你就写下说 100天后 我想要什么结果 我想要送给 2018年1月1号的自己 什么样的结果 R P是Purpose 就是为这个结果赋予意义 就是为什么 我要这样的结果 这样的结果 对我来说 有什么意义 第三个呢 叫做什么 M Massive Action Plan Massive Action Plan 就是一个巨大的行动计划 巨大的行动计划 如果你可以照RPM 那个方式 帮你写下一个 百日大挑战的一个目标 一个行动蓝图的话 那么100天之后 你将会非常感谢 100天前的自己 送给自己这个礼物 好 那但是这边就讲一个 很有趣的话题哦 我们是不是常常设定一些目标 写下一个行动计划 结果 没有达到 对不对 也就是说 OK 我现在知道了 我现在知道了要设目标 可是我 常常没有达到 怎么办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呢 我在我的粉丝页 分享了一个叫做 执行力的四项修炼 这也是一本很有名的书 叫执行力修炼 里面提到的观念 它说其实它归纳出来呢 如果你想要有强而有力的执行力的话 那么呢 有四个纪律 有四个纪律 哪四个纪律呢 第一个纪律叫做 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这四个纪律很有意思哦 这四个纪律好像 就是把我们过去的几十部影片 做一个重点整理的感觉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四个纪律好不好 第一个纪律叫做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 还记得最早我们的影片叫做 反向代办清单吗 在那个影片里面我们讲到说 原来意志力是一个会被消耗的东西 它有点像是一个能量条 有点像是你手机电视的电量一样 如果呢 你一直使用的话呢 这个意志力是会不见的 是会不见 所以呀 如果我们早上起来呢 可以先去执行那些比较困难的任务的话 那么长期来说 你的工作效率就会比较提高 你的产出就会比较好 所以呢 它说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 在你的百日大挑战的时候 是不是有些目标是相对重要 有些目标是相对不重要的呢 有的时候我们会习惯 把很多的精力都花在那些相对不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它比较容易执行 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比较难的拖延 这也是拖延症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所以纪律一叫做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 在很有名的这本书叫The One Thing The One Thing聚焦第一张骨牌里面也讲到 或许我们该去找到那个One Thing 我们知道80%的产出 是由20%的这个精华的工作而来的 所以去找到那个你的One Thing 第一个就是纪律一 第二个呢是什么 叫做 哇 只剩10%我要加速了 第二个呢叫做 根据领先指标行动 这很有意思哦 什么叫领先指标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你的目标是减脂5% 那这个就是结果 这叫落后指标 那我们来看的是 什么东西造成你减脂5% 或许是你每天 或许是你每天吃进去食物的卡路里 或许是你每天吃进去的 碳水化合物的克数 这叫领先指标 也就是说 你根据那个你能够掌控的行动的指标 去行动 去行动 举例来说如果你是做业务的 做直销的 你说我想要有好的业绩 业绩是最后的结果 是落后指标 可是你的这个领先指标 可能是我今天跟几个人见面 或我今天打几个电话 我今天呈现几次事业机会 这叫领先指标 所以这叫做第二个 根据领先指标行动 第三个是什么呢 设置醒目的计分板 计分板 这个很有意思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物理上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计分板呢 会提醒你 提醒你该做什么事情 甚至会给你完成的动力 他讲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 他说以前有一个喜剧演员 每天都会想笑话 他只要今天有想出笑话 就会在院里上打个叉 那呢 每天这样想想想 是不是就会打好几个叉 长期连起来呢 就会变个链子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今天没有想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个计分板 说哇 糟糕 今天没有想话 链子会断掉 有的时候你会为那个链子 不要断掉 今天再想一个 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之前我们讲到 挑战机制 为什么可以帮助你 因为你就会想要把它完成 所以他说第三个叫做 设置醒目的计分板 这是纪律三 所以有个纪律是什么 定期检讨成效 也就是说你现在呢 已经找到领先指标了 你有计分板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每周 每周去看一下你的计分板 现在长什么样子 去找到可以优化的地方 如果这一百天之中 想象一下 你可以把握这四个纪律 把握这四个纪律 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 根据领先指标行动 设置计分板 醒目的计分板 并且定期检讨成效的话 想象一下你的百日 大挑战 你觉得你的成效 会不会有三倍五倍以上的结果呢 OK 所以以上这跟你分享 就是执行力的四项修炼 搭配着前面跟你分享 如何拥有希望 如何拥有希望呢 就是清晰的目标 强大的抑制能力 跟一个清楚的路径能力 而这执行力呢 可以确保 确保我们在前进 往目标前进的时候 可以落实 可以落地的执行力 每一个已经拟定出来的策略 OK 所以以上 今天两个主题跟你分享 两个主题 一个叫做 如何拥有希望 一个叫做 执行力的四项修炼 那么再提醒一下 到年底呢 快要剩下 只剩一百天的时间了 从9月23号 算Day 1的话 到年底 刚好是一百天 所以如果你也想参与这个百日大挑战的话 跟你分享一下 当时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 这也不是我原创的 这个是 国外一个 好像也叫Ryan的老师吧 那我有把它放在我的连结里面 叫做 软物.tv 斜线100 在看影片的朋友 会帮我打下网址吗 软物.tv 斜线100 软物.tv 斜线100 如果你对于参加 百日大挑战 如果你对于原版的百日大挑战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参加它的program 它呢 每天都会寄一些激励的影片 或者一些生活策略影片给你 确保你可以在这一百天 确实的完成你的目标 其实你走过这一百天 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事情改变 并不需要那么久 并不需要三年五年 可能就是差这一百天而已 所以呢 请这个 有在看直播的朋友 帮我写一下 软物.tv 斜线100 软物.tv 斜线100 如果你想要参加 原版的百日大挑战 的这个program的话呢 你可以到这个网址 你可以报名这个program 那如果你想要直接 开始你的百日大挑战的话 你可以去 这个我有个影片叫做 11个步骤完成目标设定 它也会帮助你去 设好一个清晰的目标 你定一个好的行动计划 搭配今天跟你讲的 如何因为我希望 跟这个执行力的四项修炼的话 相信一百天之后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送给一百天后的自己 一个非常美好的礼物 OK 感谢冠生帮我写下这个网址 软物.tv 斜线100 那或许你前面可以加一个 http冒号斜线斜线 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更好了 感谢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 我是郑远 嗨郑远你好 康瑞老师你好 晚安 采言晚安 这个是 昌威俊老师好 晚安 chrissy 嗨你好 晚安 起红先睡了 晚安 四红晚安 感谢 圈 郑远 感谢 Kumiko 感谢冠生 OK所以以上跟你分享 如何拥有希望跟 执行力的四项 这个修炼 OK感觉讲完了 对你的感觉没有错 讲完了 不过还好我是不会把影片拿下来 而且我会把他 放到我们的频道上面 所以呢 你可以随时重播 但是最后各位记得 知道跟做到永远是 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影片觉得还不错的话 你可以把他分享给你觉得你身边 对这个影片有需要的 他或许正在 试着 完成一些巨大的挑战 把这影片分享给他 让他也充满希望 OK 诶想听歌这位是那个吗 当初星光的战友吗 是吗 听歌今天呢 没有乐器 今天没办法 那个软物的百大金曲时间 不过呢 跟各位讲的好消息 不一定对你是好消息 对我是好消息 因为呢我快要搬家了 到时候呢我就可以 尽情的 来一个软物的百大金曲时间了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听什么歌的话 可以到时候点歌 诶果然是星光的战友 星光的战友 欢迎你来看我的直播 好 那么呢 感谢大家 时间也晚了 早点休息 然后 我们一起 在100天之后呢 去完成 我们的目标吧 又认识 参加歌唱比赛吗 对呀对呀 歌唱比赛 因为 这个 诶改天再聊好了 反正呢 都影片 够长了 好 大家晚安吧 因为我手机也快没电了 手机一直在没电 不过呢 不用担心 因为我已经预购了iPhone X了 所以从11月3号之后 我的手机就不会没电了 OK 然后呢 在百日挑战的时候呢 我呢 也会定下一个影片数量的目标 所以 接下来 我的YouTube跟Facebook都会有大量的影片产生 在这100天之内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什么样的主题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会看一看 如果觉得 诶我做得出来 我就在那边做出来 如果你想要听什么歌的 或是说你想要提供歌词 让我做即兴创作的 欢迎都留言 好吗 所以各位晚安啦 晚安晚安 大家拜拜 记得 记得去执行今天学到的东西啊 晚安晚安 晚安 晚安晚安 诶 尾浩嗨 晚安 浩峰 晚安 献余 晚安 优人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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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ssy Krissy是 健身高手 11月的时候 会去 我们可能会去上海 到时候可以再来 这个联合直播一下 联合直播一下 晚安晚安 刚进来的朋友们呢 记得看重播 今天的内容 还不错 我觉得还蛮好的 还蛮充满希望的 大家晚安哦 晚安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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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